记者陈毅于英台北报道,新北市一名38岁彭姓男子,居无定所四处游荡,于公园任是一名54岁王姓男子,两人一排集合,王楠因同情彭南无家可归,因此答应让彭南借住几天,方便找工作,没想到彭南好吃懒做。 王楠下逐客令后,彭南竟将房内的贵重物品一扫而空,王楠记得报警,直呼我太善良反被欺骗。 警方调查,王楠九月中返家时,发现家中的三台笔电,现金新台币23万,翡翠手镯,黄金等多项贵重物品均已遭窃,损失达30余万。 警方获报后调阅监视器,发现彭南踪影,彭南先搭公车到王楠住处,在使用备用钥匙进入,离开时提着两大卡行李箱以及一个大背包离开。 彭南经警方通知道案,便称自己是冤枉的,我只拿了三台笔电跟一台喇叭,并称自己当初是以家政府的名义住进王楠家,协助打扫环境获得工资。 结果迟迟未发钱,我才偷东西。 警方讯后将彭南依气到最咸寒送法办。